你好,我要點一個炒板條跟海鮮總會意大利麵 一個海鮮總會一個板條 對,內用 這樣就好了嗎? 要加一個湯就好了 要再加一個湯 蛤蜊巧達農湯 什麼東西? 婚姻卡 婚姻卡,好,稍等一下 婚姻卡,這裡 來,Pico 好 一定一個板條,一個海鮮總會 好,謝謝 謝謝 還有一個湯 我剛好一個湯 沒關係,分開解,沒關係 湯再補多少 再給我吃三塊 沒有零的,我給你一百 那我這個先找零的 這樣你比較好算 沒關係,我已經給他一百了 誰想嚇我 好,危險,嚇一下媽媽就先出來 好不好 你是要嚇我來嚇媽媽 謝謝,不好意思喔 謝謝 三號,這個要記得拿 好,謝謝 三號 總統我們三號 一定要被問題給你了 好,謝謝 好,反條就沒有 謝謝 我們今天來吃 昨天我買的那個 剩幾點 我先剛剛說一下 六點半 六點半 六點 再吃飯吧 好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啊 現在是晚上六點半 然後我們昨天有買這個大賣場 我說那個很好吃的 有廚師現做的這個熟食區 這個跟美食街上面那個不一樣喔 這邊是有廚師現點現做 然後我們昨天全家 我老婆也吃得很開心 童童也吃得很開心 昨天吃得開心嗎 那跟昨天點一樣的喔 一樣的,對 我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點了什麼 就是這個 海鮮總會義大利麵 99元 而且還送一個飲料 內用的就用杯子 然後還有一個是這個 炒板條 鮮嫩炒板條 內容物是這樣 有豬肉 青菜 蛋跟板條 89元 一定要一樣的喔 對,今天加點一個 蛤蜊巧達濃湯 它的內容物很豐富耶 蛤蜊,蟹肉條 蘑菇,洋蔥 有鮮奶耶 然後25元一份 它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很多種啦 還有比較高級的 也有牛排 鮭魚 這給你拿好了 等下給你裝飲料 還有牛排 什麼鮭魚排 豬排 很多的 很豐富 還有如果 再加30塊 這個99嘛 我們點了這個 再加30塊再升級 加速好像變更大隻 對 可是下次就沒有去殼了 就比較大的兩隻 那這種是去好殼的 三隻 然後這邊還有這種 你也可以自己選食材 我們之前其實都看很久了 看好很久 每次都想試試看 可是每次都覺得 下次看還接吃他牛排 對,有點怕怕的 不敢點 點了之後就覺得很棒 有沒有排 安格斯中 叫牛排199 加30塊 再換什麼 跟外面吃的價錢 差不多 可是它是 是不是比較好的 我不知道 下次可以吃吃看 吃吃看 還有好多魚 不是在煮耶 在煮我們的了 你要看嗎 這是廚師現做 它這邊有寫了 代客料理區 所以這邊就是代客料理區 跟外面美食街不一樣喔 然後它幫你煮30塊一份 可是我們這個不用 這種它已經客製化定好的 不是客製化 客製化 客製化是這種 這種是它幫你配合好一個一個的 配好的 就不用要加30塊 那如果你自己選這種 你想要有特殊喜好的食材 就要加30塊 這種是代客料理 現在好多魚喔 我能看得到嗎 你可以站在這個 這邊有一個鐵的比較高 可以站在一個高個5公分 有看到嗎 它加蝦子了 比較可力 對啊 料很豐富耶 要我抱抱看嗎 媽媽 你不要這個 你不是要抱 你不要這個 等一下煮好了 它會震動 你站這裡比較看得到 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那個 炒板條 蛋香板條 這四片是什麼肉 黑羹肉 黑羹肉 黑羹肉之類的 鹹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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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現做很專業 很專業 等一下你比較感受它的震動嗎 不是 可是這個又不是震動 會啊 它等一下會了 它這邊煮好了 工作人員才會按啊 然後義大利麵有送飲料一杯 送飲料一杯 飯條沒送 然後我們今天多點一個這個湯 等一下可以喝喝看 25元一杯 好吧 後面有人要過 他們要靠旁邊一點 後面有人要過 靠近我這邊 靠近我這邊 沒人要靠近 他們還要 他們還在看那個便當嗎 過來這邊看一下 然後那邊是用餐區 用餐區 晚上好像比較沒什麼人 中午的時候 有時候我中午來買東西 中午都大客滿都沒位置 晚上的話就很好 晚上大家好像說要外面沒直接吃 比較少人會走進來 在賣場裡面的這個 待客料理區 啊這個有名字啦 我一直講人家 待客人 對 它叫鐵板工坊 然後它的營業時間是這樣子 中午是11點半到2點 晚上是4點到7點 所以7點之前要來 我們剛好趕在快結束的時候 剛剛說6點半嘛 現在已經應該6點40去了吧 6點40了吧 它打蛋了耶 看起來好嫩喔 看起來好嫩喔 對啊用夾子炒蛋 那個肉血肉粉紅粉紅的好嫩 然後我們的義大利麵正在悶著嗎 要讓那個蛤蜊殼打開吧 欸你好聰明 我昨天在等的時候 我就是在那邊看 它就是悶到蛤蜊殼打開 然後它打開確認一下沒有開 蛤蜊比較花時間 它加那一瓶 就是我說那個酸酸甜甜的嘛 黑色的那種 這樣有嗎 這是無數 無數之類的 好多煙 有力打得好看 有力打得好看 先把料夾起來夾起來 對 避免太過軟看 好多煙喔 這裡看得到 這裡可以看 這裡看更清楚有沒有 這裡看更清楚 要先把料都夾起來 那邊比較 那一旁是我們的 這樣很棒耶 就是開放式的廚房 開放的料理 這種很高級的三丁頭這樣子 有把握讓你看 我們看那個東京大飯店 TOKYO MESO 真的 加麵了 通通下面了 嗯 嗯 他的蘑菇是這樣一整桶的 有賣這種的 他現在要準備下板條了 我看到那邊好大一袋板條 有看到嗎 他去夾板條了 他不用夾了 他要用手 對 工作人員都一定有洗過手啊 這是板條 這是義大利麵 不用啦位子很多 不用站位子 你先去坐 媽媽你先去坐 你是孕婦你先去坐 你先去倒飲料先坐 童童你還要看嗎 還是要跟媽媽坐 還是先倒飲料 我在這邊等 義大利麵起來了 這是板條 板條本來直挺挺硬邦邦的 炒一炒就軟 就變成捲捲的 怎麼不能沒有你 為什麼 童童說的 沒有 是我想我的嗎 嗯 一日不見爐閣三丘 我們現在幾分鐘不見了 板條起鍋了 要了 好 好了耶 童童還有這邊 他要來用鐵板煎蛋了 你要不要看 而且是鐵板蛋喔 他已經在BB了耶 我們等一下一起端好了 這個是要鋪在我們的板條上面的 對阿 我先去端好了 要把他一直BB 這個先放嗎 好謝謝 板條等一下在拿 對對對 我看到他還在進蛋 對對對 餐具要來 謝謝 餐具 兩個湯匙 兩個叉子 好 好 好 沒關係我拉 來我拉 我的碗咧 我在跟工作人員要一個 要一個小碗 對 我拿一個 我跟他要一個拿湯的碗 還是一樣要一個一半喔 板條一半 麵一半 好 不好意思 可以給我一個那個小的湯碗嗎 我想要分裝給小朋友 把那個麵分一下 我們只有盤子 只有盤子 我想說那個湯碗可以嗎 我 盤子也可以 謝謝 沒關係這個就可以了 謝謝謝謝 有夠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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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我本來想說 小碗就是大碗 沒關係 這樣子 吃起來更有氣氛 大盤可以 哇 這不是小碗就是大碗 媽媽可以幫你擺盤 我可以擺盤 謝謝謝謝 不好意思我過去拿就好了 沒關係 我想說順便 謝謝 那我這個拿走了 謝謝你 謝謝 那我去倒飲料 一邊一半 好這我可以 他裝在這個盤子 看起來超漂亮的擺盤 老爸你有衛生紙嗎 衛生紙有 我拿一下 我還沒裝飲料 你要先去做 對 我要先把盤子拿起來嗎 呃 要不要先泡旁邊的空位 這樣子比較不會太 位置太小 很高級的感覺 我們這樣吃才多少錢啊 這樣子188加一個25元的湯 你先往後躺沒關係 不用怕 媽媽幫你 媽媽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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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很棒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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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來 不要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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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你拿走 沒事 很快就好了 我先去裝飲料 我先去裝飲料 好厝 好厝 很厲害 欸 我也有 沒有外牌嗎 可是媽媽要喝的 沒有外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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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把人家吃 要送家 吃 做一個 那有手 那有手 要放下 都要放下 是嗎? 我會先付錢 我先放開看看 我讓方開買的 這顆好像有效果 我沒辦法看自己,我怎麼不知道啊 好像沒有了,不哭不哭 沒事了,沒事了 可以了嗎? 可以了,好像沒有留了 啊趕快流出來血之後,趕快吃點東西補充 損失的血,對不對? 你扣血了 真的嗎? 真的沒有留了 這個沒有留了,回去給你看影片你就知道 沒有啊,你不要去call他就好了 不要再騙騙他了 還有嗎? 沒有的 這個放我這裡好了 真的嗎? 真的沒有,相信我,我這光看買了 要不要先喝一點 你想要先吃哪一種? 一個是昨天的板條 擺盤擺的漂亮的那種 我說要一半一半,你都沒有在騙我家 好,沒事 好了,不要在那邊亂鬧脾氣了 媽媽幫你弄 要一半一半 沒問題啦,一半一半 好小喔 媽媽先弄蘑菇給你啊 多了吧,大的在後面 然後那有蛤蜊 蛤蜊,蛤蜊也很多耶 蛤蜊 可是蛤蜊都胖胖的 好,好,好,有蝦子對不對 好,好,好大 對啊 好,那一個給媽媽或給我 媽媽,還有你的板條 板條來了,盡量吃 椅子要不要往前一點 還是剛剛好,要調整嗎? 我剛剛調整一下 很豐富耶 这样子感觉均分成三等份之后 三盘都还是分量蛮多的 这个几乎没怎么减少 这个给过去还是蛮多的 集合两人分的还是蛮多的 我们先喝喝看这个炒达汤 看看有什么料 那个是我们新的 这个我昨天没点 我也从来没点过这个 他说加鲜奶 好喝吗 就奶油汤啊 里面有料吗 有啊 他不是写说有什么蟹肉条 然后有洋葱有蛤蜊 他蛤蜊是去壳的啊 所以没有看到那个 我们也可以喝喝看啊 好 那我就拍个说实在 有哪一段 已经吃了 你又没说 好没关系 让我去按你的导占 我跟你说 好了 好了 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妈妈吃完 妈妈吃完 这么可爱干嘛 你以前是跟我讲话的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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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你为什么要伸八肚 我没有了 好啦 好啦 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 妈妈吃完了 统统剩半条 这是贝壳叠叠了吗 然后我的我也剩一点点 怎么样 你觉得吃完了 在那边用餐的感觉 你说有摄影机跟没摄影机的时候吗 嗯 摄影机的时候 好吃喔 他没有摄影机的时候吗 好吃啊 你就给我这种感觉啊 我哪有 我有这么做作吗 我哪有 你说做作 你为什么不说社会话 我会不会讲话 我有这么社会话吗 超级 我哪有啊 我没有好不好 你就是个社会的 没有 好啦 重点是怎么样 重点是你觉得 用餐的感觉怎么样 这边吃的感觉怎么样 我大哥 跟外带 在那边吃的感觉有比较好吃吗 有 不用收 呵呵呵 对啊 而且他的盘子 还蛮高级的感觉 所以是告诉我 要去买这个盘子来装 就是不会输给外面的 意大利专卖店 意大利面专卖店的那种感觉 啊彤彤还没喝这个汤耶 彤你一口都还没喝耶 要留给你吗 留给你一点好不好 他是说用鲜奶做的喔 啊好喝吗 嗯 我也来喝一口 我感觉过 过得了满满的油脂 可是料好像没有很多耶 我觉得还蛮多的 他说 汤里面有蛤蜊 你有喝到蛤蜊吗 他好像没有 他的汤是蛤蜊 蛤蜊熬的汤吗 我觉得他是吃得 你煮好整个味 哦 不像那个意大利面 他是固定会放配料 所以有烙到就有 好 我说他是煮整个 好 而且他还有PV材料 还有四分钟 又有人在这 而且重点是 晚上这边 晚餐用餐这边比较少 所以用餐环境算蛮舒服 他虽然说到7点 可是他不会赶的 只是7点那边 煮完就 就关火 要收拾 是关火 收鱼机就不太开放 那这边用餐群里 可以慢慢吃 可是这样比较好啊 因为收鱼机 所以时间到了就是到了 对啊 就不让你再点了 就不能再点了 然后那个铁板也就关掉了 那边还可以看电视 哇 之前那边有播球赛 我们常常经过 可是我还想 这边也不是否 那铁板工坊而已啊 你买便当 哦对 便当也可以坐在那边吃 我们是不是第一次在那边吃啊 我们搬来这边两年 第一次哦 没有第二次 吃饭有在那边吃过 我记得我们有进来过这里 坐着 是在 是办小小店长的活动的时候啊 可是没有在那边吃东西 有吗 孩子问你最清楚的 没有 有忘了 没有 他说没有 好啦 你看说没有了 我的包包放在这里 你还记得吗 有啊 我最近两天在看 我有帮你拍下 好可爱哦 你看带个小小的帽子 还戴不住 好啦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啦 这边 推荐 如果住爱买附近的话 诶 是全市爱买都有吗 我也不确定 反正 想到了 这个会就 去拿要要买的东西 对 诶 我来说 要牵个摩托车吗 好啦 就这样啦 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大家拜拜 拜拜 祝福大家健康平安快乐 拜拜 推荐 拿去看一下 还可以顺便 吃完就顺便逛卖场 而且你看 我不讲 这边感觉不像是 美食区 后面的布景 很像是意大利麵店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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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四个月 拜拜 拜拜